莊門牙是否香港是一個很聰明 而且很銳致的編劇 她是好地的 其實很馬甩 雖然她是一個媽媽 但她是很馬甩的 她寫男人的角色 我覺得她比男人寫得更加好 她之前和我們談了很多次 然後她拿了很多我們 真實的我們 我們封車組三個人的關係 我們一些陰暗的東西 開心的時候是怎樣的 吵架的時候是怎樣的 我們是怎樣的 她認識了很多我們 然後她是量身訂造給我們三個人去做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很期待 在她不下的我們是怎樣的 當然跟真實的我們是完全無關的 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但是到時候你來看的時候 你會猜哪些東西是我們真實的我們的線索 我經常都這樣說的 編劇是第一個創作 然後第二個創作就是導演 在上面再創作 第三道創作是演員 在陳道的手上 她會把這件事畫到很多不同的層次出來 我想你有看過也知道 例如《黑雷水星的眼淚》 這是我寫的劇本 她絕對將這件事提升了一萬倍 因為我寫出來的東西其實是流流的 我覺得這樣 所以我對陳柱希導演的作品絕對有信心 而且這次尤其是底蘊已經有Cancer的劇本 再加上柱希 我想這件事是直飛宇宙的了